今天收到议会的来文说 这一次质询的时间又被缩短了 党团时间本来都是30分钟 被缩短成10分钟 那议员个人的时间本来15分钟 也被缩短成10分钟 那我们真的不仅怀疑 议会的国民党团到底是在帮助韩国瑜 还是在扯韩国瑜的后腿 这样子的花式护韩 真的是对韩市长完全没有帮助 既然都说要高调拼防疫低调反罢韩 为什么现在是反过来 不愿意让市长在议会里面好好的来背询 然后让罢韩这件事反而是极高调的在处理呢 真的让人非常的怀疑也非常的愤怒 希望国民党团不要再扯韩市长的后腿 如果真的要高调的拼市政 就请来议会把完整的咨询时间还给议员 然后好好的向市民来说明 到底在市政上做了什么 第五号探战 流伟 市民有 informação 感谢观看